他有锤子打的 对 我这个手指 至少妈妈入了五万千点 眼前这个拿着锤子在上下笔画的老人叫林清远 今年已经80多岁 他正在掩饰自己如何被他40多岁的老婆殴打的场面 对于不会胸口碎大时等神功护体的普通群众来说 估计任谁也挨不了这一锤子的攻击 何况又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 为何相差30多岁的妻子会出此狠手 而这对年龄如此悬殊的夫妻婚姻起初又是因何而生 以历史的名义让我为您讲述 大时代里每一个小人物的冷暖人生 1956年 十年17岁的林清远 作为中国兵役制度改革后 第一届义务兵应征入伍 服役于空军某部成为了一名机械修理员 因为在修理飞机时不幸发生事故 被螺旋桨打伤了右臂而不得不退出现役 回到了老家湖南省平江县 安排进了当地工商局 回到老家后也娶妻生子 但人到中年又因感情不和而与原配妻子离婚 一生共生育四个儿女 最终他本人也在工商局退休至今 2003年 十年六十多岁已经退休的林清远 因为和妻子离异 导致与儿女也很少来往 孤单寂寞的情况下 便招聘了一名保姆来照顾自己的生活 这个保姆有着一个与相貌不符的名字 陈采云 就这样 在各有所需的情况下 十年三十多岁的陈采云 经过一年的相处 在2005年 嫁给了大他三十多岁的林清远 当然 这对忘年恋的婚姻 彼时也同样遭到了林清远几个儿女的坚决反对 小菜跟我在一起 不图钱不图房子 那他图你什么呀 图你最儿大 图你不计大 但反对终归无效 婚前 林清远给陈采云约法三章 要求婚后在自己将来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 陈采云要做到 衣服到身 茶饭到口 24小时不能离身 并支付给对方五万元 当作结婚礼金 在签订了养老协议后 两人也如约走进了婚姻的洞房 但婚后的事情 可能大家也能猜到 用林清远的话来说就是 结婚之后 他自己却变成了陈采云的保姆 陈采云不但根本不关心他 动辄对他侮辱打骂 甚至还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自己居住的一套七十多平的房屋 变更到陈采云自己的名下 对于林清远的说法 陈采云本人则坚持说 这套房子是2003年林清远卖给他的 但当陈采云拿出所谓的购房协议书时 上边却又没有林清远本人的签字 自此事件慢慢成了罗生门 没有签字 并且林清远又说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房产证究竟是如何变成了陈采云的名字 对于这个问题 陈采云本人则跳大神的动作 开始发誓诅咒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这段从一开始或许就恶怀鬼胎的婚姻 也在此时将彼此的矛盾彻底暴露在了镜头之下 看着这对年龄如此悬殊的奇葩夫妻 在互相谩骂争吵 除了可悲竟还有一丝可笑 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原委 但在陈采云一顿嘴炮输出之下 80多岁的林清远丝毫没有还嘴的能力 陈采云大声诉说着 自己32岁嫁给林清远 为了他 40多岁子宫也切除了 所以不可能离开这个房子 何况这个房子 房产证还是他自己 陈采云一遍遍在喊着同一个词 天地良性 假如良性真的存在 那么我十分好奇 80多岁的林清远究竟是有什么能力 能让你子宫切除 也能赖在他的身上 32岁年纪轻轻的你 不是涂他的房子 不是涂他的退休金 难道嫁给他是涂他年纪大 涂他不洗澡 还是你就喜欢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喜欢替人养老 最终 在陈采云一遍遍声嘶力竭的大喊 自己是如何为这个家庭 和林清远本人付出的情况下后 记者决定走访附近邻居 以免发生误判 影响了陈采云的正面形象 老人家在这住都这么多年 这个他对他好不好嘞 有点不见人情 你们邻居看来这个女孩 是板不讲道理的 一点是风高 在邻居口中的陈采云 则是一个不尽人情的人 不但对待林清远不用心照顾 而且对周围四林也经常吵架 这种说法与陈采云的自卖自夸 则相去甚远 但是经过调查也发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对于这套房屋的拥有权 在法律上陈采云的的确确是产权人 因为早在2001年 林清远当时花了四万五千元 从别人手中购买了这套房屋 由于历史原因 当时并未办理过户 在2004年认识了保姆陈采云以后 又因为当时被恋爱重昏了头脑 在后来办理房产证时 他自愿将证件办理在了陈采云的名下 用这种方式当作他爱情的见证 没想到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加 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他自己把这段记忆给自动抹除了 本以为事已至此 林清远虽说有理 但毕竟不受法律保护 也该消停了 但或许林清远真是年纪大了 健忘严重 第二天 他又找到记者诉苦 陈采云把家里门锁换了 不想让他回家 可最后却发现 是他自己打不开门 而产生的幻觉 故事发展到这里 也可以推断 对于视频开始时 林清远指控陈采云拿铁锤砸他的事情 估计也是此虚无有 照顾他不好也许可能 但拿铁锤打他 对于林清远来说 这个年纪一锤挨下去 无疑于是送他上路 陈采云也再次强调了 这套房屋是他本人所有 他可以继续照顾林清远 直到养老送中 但前提则是 林清远至少每个月要拿出800元钱 出来供家庭开销 虽然林清远每月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 但是林清远本人则表示 坚决离婚 自己不会再出一分钱 由于年事已大 林清远的养老问题也迫在眉睫 最终 记者联系到了林清远的女儿 在女儿的口中才知道 林清远的几个儿女条件都不错 也都愿意赡养自己的父亲 但是因为林清远本人 性格固执己见的问题 不让他们照顾 也不愿和儿女住到一起 他们也无可奈何 他们可以为父亲再聘请一个保姆 也不会要求继承父亲的任何东西 但不会同意陈采云每个月800元的要求 因为房子已经被他骗到手了 照顾父亲 理应是他作为妻子的一部分责任 而林清远本人也在得知 自己百年之后 国家对于退休老干部 有一笔约10万元的丧葬费用 遗孀更是每个月有几百元的抚恤金时 第一时间跑到了律师事务所 要求立好遗嘱 他说自己接受不了百年以后 这笔费用最后再落到陈采云口袋 但律师却告诉他 作为法定妻子 陈采云有权利使用和继承这笔费用 他并没有权利分配 万般无奈之下 林清远提出了最后一个解决办法 他不再和陈采云争夺这个房产 只要求和陈采云离婚 婚后陈采云在义务照顾他几年 但是这个提议随即遭到了陈采云的激烈反对 陈采云用丰富的肢体动作和表情表示 绝无可能 故事的最后 年近90的林清远不得不又开始折腾起来 他决定到法院起诉陈采云 要求尽快结束这段荒腾的婚姻 谈及自己这段维系了14年的婚姻 林清远感慨颇多 连声说道 后悔了 上当了 从中年开始 与儿女不和 到晚年百无聊赖 开始一段黄昏恋 最终又以一地鸡毛的方式收场 还搭进去一套房子 这一段婚姻的发生 与其说是缺乏家庭亲情的陪伴导致 还不如说都是钱闹的 60多岁单身老汉 吃穿不愁 身体倍儿棒 每月3000多块钱领着 不折腾 他闲着干嘛 在这个世界上 人始终是群居动物 无论年纪多大 都希望身边有个伴侣或者依靠 但感情是处处来的 而不是买来的 在不涉及人生攻击的前提下 我们不难发现 陈采云这个夸张的行为举止 你那个 你上医院看过没你 你指定是有点毛病 他闲着